我们的歌之所以能够在殷宗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得益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节目模式新颖 前辈歌手与后辈歌手同台演唱经典歌曲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频享受 其次是代际歌手之间化学反应十足 请深深大战队等组合直接带动节目出圈 最后是节目留下了很多优秀的舞台作品 节目的选曲和改编都非常成功 和其他的综艺节目一样 我们的歌出道几巅峰 第一季过后热度和口碑下滑明显 我们的歌第四季虽然在嘉宾选择 竞技模式以及真人秀等方面都做出了调整 但是依旧难掩颓势 收视连续低迷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的歌四目前已经播出九期内容 但节目已经完成了年度盛典的录制 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肖敬腾和张奇组成的热奇腾腾组合 最后逆袭拿下了金生拍档 总冠军 赛前一直被看好的炫上营销 组合和绘声绘色组合遗憾陪跑 总的来说 我们的歌四已经离初心越来越远 节目满满剧本痕迹 现场投票成了摆设 节目组捧高踩低太明显 周传雄和陆虎出局让人意难平 马加奇连线录制破坏了节目的精彩度和完整性 节目组为了热度而忽视了音乐本身 团战满满剧本痕迹 盲选配队和小组排位赛过后 我们的歌四迎来团战排位赛 A 逼两组的歌手分成四个组合进行交叉团战 团战包括三轮比赛 胜一轮拿三分 打平各得一分 率先获得九分的组合全员晋级胜点 没有拿下九分的组合 需要通过观众投票来进行淘汰 在这看上去很合理 现场和线上也都安排了观众进行实施投票 但是如果认真看了整个比赛 就会发现这些观众全都是工具人 比赛的结果满满的剧本痕迹 谁赢谁输都是早早安排好的 首场团战 给各五组合对战乐想乐队组合 大家纷纷放大招 一顿操作猛如虎 结果最终总分四比四平 观众现场投票居然出现平跳 湖南卫视和浙江卫视都不敢这样写剧本 而且这样打平的局面在第二场团战中又出现了 给各五组合与壮志凌云组合又是四比四打平了 理解节目组不想让一些组合输得太惨 但是完全可以不设置淘汰的赛制 这样的比拼对于音乐和舞台缺少应有的尊重 比赛结果如同过家家一样 连续平跳确实不把观众当成一回事 捧高踩低太明显 我们的歌第一季火爆出圈 节目也吸引了更多的嘉宾 节目组在选人方面也就有了更多的空间 为了让节目更有话题度 往往就忽视了歌手本身的演唱实力 看看第一季的后辈歌手 周深 阿云嘎 刘雨宁等舞台实力都很强 与前辈歌手的合作也带来满满的惊喜 而从第二季开始 流量艺人就开始不断涌入 冯提莫 翟湘文 马家琪等人成为节目力捧的对象 遗憾的是 节目非但热度没有搞起来 舞台反而严重拖后腿 我们的歌四节目中 节目组简直丝毫不掩饰对于马家琪的喜爱 在新人里面镜头非常多 主持人一言不合就Q他 甚至在互动环节 安排时代少年团的其他成员来夸赞马家琪 内容跟节目完全没有关系 为了热度和流量也是煞飞苦心 马家琪因为学习原因 错失团战和总决赛的录制 本以为节目组会找飞行嘉宾来替代马家琪 没想到最后搞了个连线录制 这种做法对于参与竞演的歌手本身就不公平 这种录制方式也影响了舞台的呈现效果 为了薅羊毛 节目组提出了赢得比赛只给1.5分的赛制 专门开绿色通道的做法确实让人看不懂 只能说可惜了陆虎和许京韵两位实力派歌手 全程都是个配角 连年度盛典都没能进入 节目组真的是小看了在就业男团的真实热度了